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家福州老酒楼算是承接了小镇最多的喜宴婚室 是早年喜气满满的发电站 而在道地福州人的婚宴酒席上 常见的一道鱼镖料理就是酸辣鱼镖羹 鱼镖切好来炸锅 主要酸酱辣辣椒 炸脆脆的 然后来煮酸辣甜酸辣的饭也粗辣椒什么的 现任店主林星贵说 道地福州人都偏爱甜酸辣的口味 就像店里的一道炒酸辣排骨也深受欢迎 下锅炸的排骨 以辣椒酱 醋和糖调味炒制而成 味道同样酸甜微辣 非常开胃 而另一道在爱大华询问度非常高的食物 就是福州人的香愁美食 红酒面线 来啦 下马啦 来 吃饭啦 爱大华这个地方 所有人来到这边 都会找红酒面线或者红糟鸡 所以我想这边福州人就在这边传承了这一个美食 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懂得怎么样去做这个红酒 红酒面线也是我们福州人才会煮的嘛 做瘦啦 做小孩子甚至什么啦 他们拌酒啊 都一定要红酒面线的 新汉商的大丸炒也是老顾客的新头号 大丸炒顾名思义就像大杂烩 所有食材掺成一盘 像是把整个厨房里所有的好料一次出清 不过 大丸炒的内容又跟炒杂菜完全不同 这里头除了各式蔬菜和海鲜 还有冬粉 以前的大丸炒是比较多东西啦 好像猪肚啦 现在比较普通一点 像鱿鱼啦 霞啦 骨粥啦 菜啦 毛骨啦 什么咯 茶棉茶没有我当过得玩 绿毛鲜呀 我父亲我父亲接过来做 那个应该是五十四五年这样啦 以前的招牌是汉商而已 不然我们接过来才加一个新字 新汉商 六十多年来 这一家老店或许在别人没有察觉的情况下 在爱大华扮演了许多角色 既是婚庆酒席地点 也是老顾客喝茶吃点心的茶楼 老店 老桌 老乙 老风格 以不变应万变 是一家人团聚 易解乡愁的好地方 也剩 我看一两间可以煮非常传统的这些福州菜 年轻的时候爸爸带去 又是这间 但是年轻吧 就没有意会到 没有体会到 为什么爸爸想往去那间店 原来那是一个味道 今天这个情景出现在我眼前 当我带我孩子去那边的时候 孩子讲 又是那边 这句话又浮现在我的 这是当时我讲的 所以现在完完全全体会到 为什么原来就是往事 就是有我们的故事 所以这点我想孩子还没有体会到 所以我希望这些传统的美食 一定要把它传承 让大家回到这边 都有大家的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